其实我先把这个公式先把它放在旁边 把这个公式放在 放在这个位置 先把它 先把它复原一下 这个 后面的话 我先把 只先做出第一个部分 然后再来的话把底下的这个地方先取消一下 再把这个后面这一串呢 把它当成是我的范本 这个范本的话我把它Copy一下 Ctrl C一下 复制之后的话呢 再把它取消一下 取消一下 然后再回到这里 把它贴到后面来 贴到后面来之后再来做修改 你会发现 改哪些呢 其实n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公式 所以你特别注意n的部分加个创接符号 再加一个双引号 移到这个痘点后面看到n 再把它关闭起来 就是一个双引号结束 那要创接后面的n 实际上n的部分是什么呢 n就是我们那个公式 所以到这边的话 一样把双引号 先把它关起来 先把这个地方 end再串接 再把n delete掉 天的部分也是一样 把它先关起来 所以 这边的话会有三个字串 那我再把这一个 有没有 delive的部分 把它Copy一下 然后呢 放在哪里 这恐怕 各位要稍微 看一下 因为你们初学者 可能会看得比较辛苦 end有没有 这个字串结束 对不对 然后end后面这里 把它贴上去 再加一个什么呢 因为我要跟后面的字串接 必须要再一个end end之后后面又有一个字串 对不对 几个月又几天 end 然后再把第3个公式贴上去 然后后面的话要跟天接 对不对 所以再加一个end符号 还是一个天 然后再把这个地方改为 ym 这个地方再把它改为 m d 9万公里 这样了解意思 很长一串 这个是 OK 做出来就类似这样 往下填满 就完成了 你也可以算一下 因为 40岁为什么呢 因为他未满 那8个月就是从那个 因为他是从上个月 上个年度算下来 所以九十十一十二 一二三四 所以8个月 那4天什么呢 因为是 今天是9号 9减掉5 所以刚好就会是 4天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这个地方公式的话 稍微试试看 可能会比较有问题 应该在这个地方 下面的话 下面填满就可以完成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好吗 来吧 谢谢观看